京东9618今起招股。由于网29999招股反应打响头炮。市传动资予2300亿元。比首只回流的中概股阿里巴巴9988约960亿元动资额多1.4倍。 投资者对京东亦寄望甚恩。据知单计8间券商已预留妈指额近1400亿元。市场指京东有望挑战动资2770亿元的配价9996。 成今年动资王。京东触动券商上周预备大量妈指额。单计8间券商变达1360亿元。市场人士指,有网购习惯的香港人。 对京东有所认识。加上经济毕竟想赚取外快。不少未抽过新股的新首都若若若市。 要财行政总裁许奕斌表示,有些人已开定证券户口准备。 若果网易股价在暗盘及上市时表现街,相信会吸引更多省会认购京东。 他指中长线投资者亦会认购京东这类科技股。 故要财会视乎市况。考虑家推最多100亿元妈指额。 要稳中一手。 许奕斌建议认购2000股以上。2000股成本47万元。 如果借尽九成妈指,成本4.7万。 要财目前已预留300亿元妈指额。 辉立则指已就京东预备250亿元妈指额。 截至上周五获部分客户先行预留45亿元妈指额。 一旦租借爆会加推。 网易提振了新股市场气氛。 全动资约2336亿元。 相对公售部分约21亿元集资额。 获超购约360倍。 京东公售部分集资额约31亿元。 参考网易动资额。 市场理论上有足够资金承接。 多名业界人士对京东上市后短线表现感乐观。 要财证券研究部总监值要挥指。 京东是内地第二大电商。 有品牌地位。 若良好气氛持续。 料京东首日能取得单位数升幅。 封城金融集团资产管理部董事王国英子。 当京东AD上升。 令京东港股上市时有折扬。 仍购人有望赢钱。 许亦斌则为美国纳子股值持续上升。 亦可大挟京东。 长线而言。 王国英则教保守。 因内地电商龙头始终是阿里。 直要辉则指京东优势是与腾讯合作。 加上受惠5G技术支援。 估计未来两年发展不成问题。 但长远则难料。 京东作为内地网购业二把手。 核心业务是经营线上零售和电商平台业务。 截至去年12月底财政年度。 京东收入按年增24.9%至5768.88亿人民币,下同。 兼纽规为盈621.8亿元顺利。 网易确定第二上市发售价每股123元。 教美股现价折扬6.7%,上市日为网易随息日。 股份将以随息后价格交易。 派付日期6月23日。 每手港股,100股,约派息36元。 respond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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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